太好了 太好了 真是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呀 真没有想到 你能有如此很辣的招数 行 行 我就按你的计策形式 来 来 我们喝 痛痛快快地喝 预祝我们功德圆满 胡人海听了之后非常兴奋 在他们正在喝酒作乐之时 桃园村一片喜庆 今天是桃园养老中心 正式入住的日子 为了庆祝这一在全国 都算是开天辟地的事情 所以无凡决定 全村人一起午餐 以此来庆祝这个 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 现在的桃园村 800多个村民 基本上已经全部在家里 而外地来桃园村的工人 总数也有一千多人 也就是说两千多人同时就餐 场面还是非常大的 在桃园村委门口的空地上 已经摆了200多张桌子 还好 由于要庆祝 所以公司放假一天 很多的村民和工人 都自发地前往公司食堂帮忙 因此尽管人非常之多 但是显得井井有条 龙江湘桃园村和龙原湘夏平村 入住养老中心的老人 都安排在了最上面的位置 参加宴会的 除了他们 就是桃园村的村民和工人 还有龙原湘和龙江湘的领导 再有就是养老中心设计单位建设局的领导 这一次的庆祝宴席 可以说是桃园村有史以来 最多人数参与的一次 看上去场面非常的壮观 一顿午饭 吃了两个小时 才总算在大家酒醉饭饱之后结束 下午 在桃园养老中心的广场 已经搭建了一个临时舞台 因为室内的演出中 形容不下那么多的人 宋子玉组建的桃园艺术团 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地在大家面前演出 所以她非常重视 早早地就把现场准备好 把节目准备好 表演从一开始到结束 基本上都是掌声雷动 现场非常的热烈 观看演出的人都忍不住兴奋地议论道 天呀 这节目搞得太好了 简直比外面所谓的大型演出 还要精彩呀 温敏对几个同学说道 没想到 我们一个个的表演能力都这么强 看来我是被生意耽搁了的大明星 罗毅也激动地对老婆说道 我们在京城 也看过不少的演出 但是没有一场演出有今天 这样接地气又那么精彩 实在是令人震撼 在桃园村这么偏僻的地方 竟然有如此高水平的演出 是啊 这样的演出在外面好些景区 至少都在几百的门票呀 要是以后无凡能坚持免费演出 相信会有很多的游牧名前来的 老婆秦淑花复合道 旁边所有的人 不分男女老少 也不管年纪 都是一脸激动的笑容 就在这时 主持人笑道 现在是最后一个节目 是我们的压轴戏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节目 大家期不期待呀 快点呀 我们是非常期待 前面的都那么好看了 压轴的肯定更加不得了 下面的人兴奋地大叫 之前有节目单出来 但是上面只写了压轴 连是谁的节目都没有写 更加不知道是什么节目了 所以大家自然非常想知道 哇 是她 是她 当林妙一袭长裙走上舞台时 台下一片惊叹 这不就是吴凡老婆林妙吗 哇靠 真漂亮呀 真正的仙女下凡 没想到她也能来表演节目 看来是真正的 把自己当成桃园村人了 真好 吴凡真有福气 这么漂亮的老婆对她那么好 不知道她表演的是什么节目 林妙上来后 没有说话 只是朝大家笑了笑 然后就倾起红唇地唱了起来 经过多年以后读懂了好与坏 可是昔日的故事 她早已不在 翻阅曾经保留的旧照片 如果爱还在你心中没有离开 多年以后还能大胆说出来 那份沉酿多年 多年的相思酒 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真与爱 那婉转悠扬的歌声飘荡在桃园村的上空 意境深远的歌词让人感慨万千 一曲如果爱还在唱完时 全场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拍动双掌 现场掌声如雷 特别是那些有了一定年龄 有了不少人生故事的人 除了被林妙那天籁之音打动之外 也被歌词所表达的意境震撼 所以都忍不住感动地掉下了眼泪 再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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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之际 大部分人忍不住激动地喊了起来 林妙也没想到会引起如此轰动 被那最震撼的掌声惊呆了 就那样站在舞台上 眼眶红红地看着大家 其实他心里多多少少也明白 这些掌声 除了说明自己的歌喉确实不错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村民真正地接受了自己 因为无凡的原因 而挤足了自己面子 林妙 你看 这时 宋子玉也才反应过来 赶紧走到林妙身边提醒道 你能不能再唱一首呀 唱什么呢 林妙可能没有准备 所以一时之间有一些迟疑 林妙 我们就唱张惠妹的姐妹吧 就在这时 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陌生女人 静止走向了舞台 笑嘻嘻地招林妙说道 林妙愣了一下 然后惊叫一句 丹丹 怎么是你 哈哈 你怎么来了 看见曾经收留了自己 且不想再理自己的李丹丹 主动上台来 林妙真的是又惊又喜呀 虽然昨晚吴凡打过电话 李丹丹说有可能会上来 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呀 我们是曾经的好姐妹 一起迈过唱的姐妹 以后永远是姐妹 我当然要来找你 李丹丹真诚地说道 谢谢 谢谢你不再怪我 林妙非常感动 叫了一句后 主动伸出双手 和李丹丹来了一个拥抱 下面的人愣了一会后 马上抱 以最热烈的掌声 我想你一定知道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baby 欧海亚不管相隔多远 你是我的姐妹舞台上的两个人 兴奋地边跳边唱 把人生中的姐妹情 演绎得催人泪下 那些老人 可能想起了 自己曾经也有姐妹 听了之后忍不住老泪纵横 啪啪当俩人唱完这首 姐妹时 现场再一次掌声如雷 所有的人也再一次站起来 由衷的招林妙和李丹丹鞠躬 以感谢他们俩 带来那么美妙动听的歌声 并且 还是有不少的人忍不住叫道 能不能再来一首呀 听了这话 宋子玉有一些紧张地 看了一眼无凡 毕竟 这个林妙可是吴凡的老婆呀 老是要她喝歌 吴凡会不会不高兴呀 不过吴凡直接对她说道 宋校长呀 问下林妙会不会唱花鼓戏吧 相信老人们会更加高兴 今天是庆祝老人入住养老中心 所以一定要让他们开心 虽然林妙是吴凡的老婆 但是她除了听她在卖唱时 唱过几首歌 还真没有听她平时唱过 宋子玉点了点头 然后就来到了林妙的身边 小声地说着什么 咚咚腔 嘀嘟啊 光光十几秒后 乐队开始奏乐 熟悉的花鼓戏曲目 不过的旋律就响了起来 花鼓戏 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她的锣鼓 锁那二呼一响 就有一种欢快的氛围 不过啊 哎呀怎么没有生意 手拉风箱呼呀呼的响 火炉烧得红旺旺呀 女婿来补锅瞒了丈母娘 操作要留意呀 当心手烧伤呀 双手烧伤不要紧 怕只怕呀 怕什么咯 说不服我妈妈娘 哇靠 吴凡瞪大了眼睛 看了看旁边的赵永乐一眼 那意思非常明显 妈呀 一直都认为 林妙的通俗歌曲 唱得最好了 没有想到 他们俩的花鼓戏 唱得比原唱 都好听多了呀 桃园村的村民 都非常喜欢花鼓戏 刘天生 每次用村里的 广播播报消息时 都会用一段 花鼓戏的曲子开头 所以在村里 哪怕是小孩子 都会哼几句 此时此刻 村民都跟着 唱了起来 连那些坐在 最前排的孤寡 老人 也是情不自禁地 跟着唱了起来 脸上乐开了花 最后 在所有人一片欢呼声中 庆祝表演宣告结束 实在是太好看了 吴凡 什么时候 再让你老婆唱花鼓戏 给我们听听呀 当散场后 吴凡去找老人聊天时 桂花奶奶非常激动地问道 好说呀 只要你们喜欢 我可以安排 桃园村艺术团 每一周来这里演出一次 我老婆也每次读来 吴凡非常肯定地说道 好 好 太好了 妈呀 十几年没有听过 这么好听的花鼓戏了 桂花奶奶非常激动 喜欢就好 这时 养老中心的厨师走了过来 问吴凡身边的赵永乐道 赵菊 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开餐 嗯 按原计划 六点半吧 等村民和工人都散去后就可以了 因为其他的食堂也是六点半开餐 我们这个食堂只能做两百来人 赵永乐安排到 养老中心有自己的食堂 也有一个大的餐厅 平时都是厨房做好了饭菜 送到各栋别墅的各个楼层 有什么活动时 就要组织老人在大食堂聚餐 当然聚餐的机会不会太多 因为很多老人还是行动不便的 所以食堂不是很大 而桃园食业公司主管以上的管理人员 包括龙江乡和龙元乡的领导等 就差不多一百人了 所以只有等村民散去后才能安排 艺术团的人自然也是在养老中心吃晚饭的 食堂里 林庙和李丹丹坐在一起 他非常激动地说道 丹丹呀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回来呢 你之前在哪里呀 我怎么一直没有看见你 然后你就突然上台了 那一刻 我真的是喜出望外呀 我下午就来了 我找到了吴凡 吴凡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所以让我坐在了村民的中间 那么多的人 你肯定是没有看见我的 丹丹 谢谢你能来 还能把我当姐妹 上次的事情 是我连累了你 对不起啊 林庙拉着李丹丹的手 非常诚恳地说道 好了 林庙呀 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算了 以后我们还是姐妹 好姐妹 李丹丹笑了笑 好 好姐妹 林庙又和李丹丹来了一个拥抱 看着在那边和老人聊天的吴凡 李丹丹由衷地说道 你老公吴凡真好呀 不再计较以前的事情 对你多好呀 而且医术那么精湛 你真幸福 是啊 可惜的是我曾经羞辱过他 把他当成了废物 想起这件事 就总感觉到心里不是滋味 这是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了 林庙看着吴凡 眼神里有幸福 也有愧疚 好了 以后有好日子过就行了 对了 我决定了 以后就投办你和吴凡了 可以吗 李丹丹笑嘻嘻地说道 当然可以呀 我们是最好的姐妹 我落难之时 没有你的收留 我当时就要流落街头呀 走 我们吃饭去 林庙很开心地 拉着李丹丹的手过去了 晚餐无疑又是非常快乐的 大家都喝了不少的酒 那些老人虽然有的不能喝酒 但是心里也是非常开心 吃过饭后 乡领导就都告辞回去了 在吴凡去送他们 他们在上车前 再一次朝吴凡鞠躬 说道 吴凡 看着老人们在这里过得那么舒适 我们太开心了 说句实话 我们的父母在家也不可能 有这么好的日子 太谢谢你了 目送他们离开后 吴凡对陪在身边的林庙说道 好了 林庙 我们也回家去吧 现在 林庙开始陪在吴凡的身边 像是普通的恩爱夫妻一样 出双入队 所以其他的女孩子 都会注意这一点 把和吴凡在一起的机会 留给林庙 让他们两个人多一些 相处的机会 自己不做电灯泡 对了 吴凡 我爸在太爷爷那里守木 已经五天了 虽然每天三餐都有虎大 带上去给他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他 我们趁着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上去看一下他好不好呀 在走了几步之后 林庙突然想事的 一脸期待地看着吴凡说道 对呦 我这几天也是太忙了 都没有去看他 正好 现在和你一起去 吴凡马上就答应了 于是 两个人来到了停放桃源飞船的地方 找到了你家小三 留在那里的备用遥控器 十分钟之后 两个人就来到了林正天的墓地 因为桃源飞船没有任何的声音 且是在林天龙背后降落的 所以林天龙丝毫没有发现 飞船到了 倒是虎大 马上就兴奋地跑了过来 朝走出飞船的吴凡和林妙摇着尾巴 一副终于看见了你们的表情 吴凡摸着虎大的脑袋 然后看向前面 只见在月色下 林天龙还双腿盘膝坐在了林正天的墓碑前 双手合拢竖在胸前 嘴唇微动 似乎在呢喃细语 看见这显得非常孤寂的身影 吴凡心里也不好受 他侧头看了一下林妙 见他眼眶红红的 就知道他心里肯定也是感慨万千 林叔叔 吴凡怕吓到了林天龙 所以走到他的身边时 小声地叫了一句 爸 我们来看你了 林妙笑着说道 哦 你们来了 好 谢谢你们 林天龙神情复杂地看了两人一眼 说道 我在这里挺好的 你们不用担心我 已经不早了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没事 我们开了飞船来的 要回去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林叔叔呀 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还有两天就到七天了 到时候就回到我家里去 好好的补一下身体 这几天肯定是没有休息好吧 吴凡很真诚地说道 还好 我什么都想通了 心里没有太多的杂念了 林天龙摆了白手 随后 也就是吴凡他们问一句 他就抬头答一句 似乎真的是一切看淡 连话都不想说了 吴凡和林妙本来还是心里有一些话 一直想要问他的 看见他这个样子 也就没有再问了 坐了一会 其分有一些尴尬 于是吴凡就对林妙说道 老婆 我们回去吧 小飞龙那么久没有吃奶了 肯定很想了 好 那我们就下去了 吧 林妙站起来跟林天龙说道 林天龙却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摆了摆手 似乎很无情 或者说很无所谓的样子 不过当看着吴凡和林妙进入飞船 然后嗖的一声离开后 林天龙却泪流满面 尼喃道 吴凡 林妙 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呀 但是有些事情也不能告诉你们 哎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就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了 吴凡正在和林妙一起 在自己家门口聊天 现在的吴凡家里 光是年轻女孩子就有五六十个了 所以非常热闹 特别是艺术团 基本上每个晚上都会在这里练习 所以天天是歌舞升平的 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你的电话响了 正在吴凡聚精会神的听李丹丹唱歌时 林妙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胳膊 指着他的裤子口袋说道 喂 彭总 吴凡见是彭彪打过来的 赶紧接听了 彭彪是洞穴专家 带着七个朋友来打造桃园洞 完工后不想离开 所以就一直待在了桃园村 负责桃园洞的维护 他是属于桃园旅游公司的 一般只和林美玉及张小婉打交道 很少直接找吴凡 所以见识他打来的电话 吴凡感觉到有一些意外 吴凡呀 是这样的 那个你同学 也就是胖子呀 和他女朋友 也就是崔彩梅 下午晚饭后就出去了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呢 我担心他们的安全 就打了两个人的电话 结果居然都没有接 会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呀 彭彪这个人为人直爽 也不拐弯抹角 而是直接就说了出来 哦 我来联系一下他们 谢谢你通知 吴凡非常感激地说道 胖子因为是和女朋友崔彩梅 一起在桃园村做事的 所以吴凡是安排他们住在公司的宿舍 有一个单间 那样远比住在吴凡家里更加自由一点 彭彪他们的房间相隔不远 显然是经常可以看见 知道他们很少外出 因此这么晚了没有回来 有一些担心 吴凡挂了电话后 马上就拨打胖子和崔彩梅的电话 不过正如彭彪所说的 虽然没有关机 但是不管怎么想就是没有人接 不会真的出事了吧 他们两个很有可能去找胡人海了 吴凡自言自语地说道 啊 找胡人海做什么呀 旁边的林庙很自然地问道 吴凡于是 就把委托胖子的事情说了一遍 以胡小英的狠毒 以及胡人海的无耻 真的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吴凡呀 我陪你去 赶紧去找他们俩吧 林庙听了后 非常着急地说道 并且马上就站了起来 不 不 林庙呀 你在家里吧 小飞龙随时要照顾的 我叫小雪 或者你家姐妹陪我去就可以了 吴凡拉着林庙坐下来 然后他看了一眼 见你家小三正好在不远处 于是招手让他过来 不到两分钟 桃源飞船就已经升空了 此时此刻 胖子心急如焚 甚至已经绝望了 今天上午 他就已经打了电话给胡人海 说是晚上八点左右 同学们碰头喝喝茶 聊聊天什么的 那个胡人海也是满口答应了 并且他还主动提出来 只是他们见面就可以了 别的同学就不要邀请了 胖子以为 他的思想已经慢慢地变好了 所以非常高兴 毕竟有别的同学在一起时 不好谈吴凡委托的事情 之前说要同学一起去 是担心胡人海不会来 七点钟 公司食堂已经收工了 胖子和崔采梅洗漱一番 就开着吴凡的奔驰车 往县城赶去 只是 让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刚到约好的地方 就接到了胡人海打来的电话 说是让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开车到了另外一个 独门独院的别墅后 胖子才发现 坏了 坏了 因为刚一进别墅 下了车 就冲出来十几个彪形大汉 把他们俩团团围住了 你们是谁 想要干什么 胖子有些慌乱 搂着崔采梅 质问那些人 哈哈 干什么 胡哥要请你喝酒呀 请进吧 其中一个大汉皮 笑若不笑地说道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这家伙 自己不出来 却叫你们出来 吓死我了 还以为他要害我们呢 胖子拍了拍胸口 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虽然对胡人海不出来接 只是叫手下来迎接 有一些不满 但是却并没有往坏处想 一个善良 正直的人 往往都会往好的方面想 会以为天下人 都和他们一样光明磊落 不会害人 哪曾想到 胖子刚进到屋子里面 就被人从后面用木棍 砰的一声砸在了脑后 当场晕了过去 胖子 胖子 崔采梅大惊 本能地扑向了胖子 惊恐地喊着他的名字 一个女孩子 在面对这种突发事件 在面对这种突发事件时 一般都会很慌乱 只是还没有等他回过神来 一个大汉过来 直接把他的双手扭在了背后 拖向了一个房间 放开我 放开我 崔采梅还要拼命地挣扎 一方面他实在是担心胖子的安危 另一方面 一个女人落在了男人手里 最担心的是被他们凌辱 果然 那些人在把崔采梅绑起来后 非常得意地说道 你们怎么那么笨呢 连胡歌的话也敢相信 呵呵 这叫自投罗网 妈的 替吴凡做事的人 还敢来找他 崔采梅已经被他们塞住了嘴巴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现在完全明白了 胡人海压根就没有想过 要和自己这两个同学好好见面 一开始就布置了圈套 就等自己和胖子上当 不过 认识他如何挣扎 都没有效果 一个大汉看着他挣扎而扭动不已的 心里生腾起一股邪火 就要上前凌辱他 不过 就在他的手落在崔采梅的身上时 另一个大汉却拉住了他 笑道 好了 胡歌说了 还真没有玩过自己的同学 所以这个女人我们不能动 否则后果很严重 我们走吧 打电话让他过来就是了 哎 这么漂亮这么鲜嫩的女人 却只能看着 可惜 那个大汉叹息一声 但还是马上松开了手 离开了房间 随着房门 碰的一声被关上了 崔采梅泪流满面 心里惊慌不已 一方面 他知道 胡仁海这个人面兽心的人 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会真正地凌辱自己 而另一方面 他还在担心着胖子 胖子这个男人 对男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他们会不会直接把他杀了呢 惊恐绝望 都没有什么用 因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现状 半个小时之后 胡仁海进来了 看他通红的脸 满嘴的酒气 就知道他喝了不少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呀 为什么把我的同学绑起来 进来后的胡仁海 看见崔采梅 狠狠地瞪着自己时 对那些手下们大叫了一句 胡哥 是你说要我们好好招待他的呀 还说要玩一碗女同学 一个大汉弱弱地应了一句 混账 胡仁海直接一巴掌删了他的脸上 怒吼道 我是让你们好酒好菜的招待 还有我是说要和女同学好好聊聊天 玩一玩 不是要玩他 什么理解力呀 赶紧解开他 听了胡仁海的话 那些人似乎一头雾水 但是却还是赶紧照办了 马上过去把崔采梅嘴里的东西扯掉 把捆着他的绳子取开 对不起啊 对不起 采梅呀 我手下人都是一些猪 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把我当成了坏人 其实我虽然有时候不太好 但是对待同学 不会太差的 胡仁海走过来 朝崔采梅抱拳说道 一脸的诚意 你 你 真不是你让他们这么做的 崔采梅有一些疑惑地看着他 当然了 我有的是钱 我想玩女人的话 外面随时可以一大把 怎么可能用这种手段呢 这是犯罪呀 再说呢 我们好歹也是三年同学 情意在那摆着呢 胡仁海说完 又瞪了旁边的人一眼 吼道 你们还不赶紧向我同学赔罪 对不起 对不起了 是我们理解错了 那些人果然赶紧向崔采梅鞠躬 算了 算了 我那胖子同学呢 崔采梅摆了摆手 在自己已经安全时 他当然最关心的还是胖子的安全 毕竟这个胖子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人 两个人在桃园村就已经是住在了一起 你们把他也控制了吗 胡仁海又瞪了他们一眼 见他们不作声 他当然就明白了 于是又吼了一句 还不赶紧去把他请过来 是 是 那些人赶紧出去了 两分钟后 胖子就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过来了 胖子 你没事吧 崔采梅见状 赶紧冲了过来 拉着胖子的手 关切地问道 我没事 你呢 胖子一边说着 一边上上下下地瞧了崔采梅一眼 我也没事 幸好胡仁海及时出现 制止了他的手下人 原来是他的手下人误解了他的意思 崔采梅说道 对 对 胡仁海赶紧对胖子说道 我让他们好好招待 是用韭菜招待 他们却认为是要好好的折磨 哎 这些人呀 读书时就知道谈恋爱 这么简单的话都理解错了 对不起啊 真是这样的吗 胖子也是有一些不相信 胖子 我们是好同学呢 虽然我听说你和吴凡走得比较近 还去桃园村做事去了 但是我也不会怪你 什么变化都不能抵消我们的同学之情 胡仁海似乎非常诚心地说道 说完之后 他就朝旁边的人挥了挥手道 去 赶紧准备酒菜 我们马上过来 几分钟后 几个人就来到了餐厅 对了 胖子 采梅 你们今天约我 应该不只是叙旧那么简单吧 胡仁海端起酒杯 做了一个请得首饰的同时 好奇地问道 是这样的 胖子见没有别的人在边上 于是就直接说道 胡哥呀 那啥 你现在在林氏集团 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吧 对呀 除了胡小英 其他的人都听我的 胡仁海有一些得意地说道 胡哥呀 我们是同学 所以我想劝你一句啊 胡小英用了卑鄙的手段 把林氏集团夺为已有 还让林家大小姐无家可归 你们也知道 林家大小姐 就是我们同学吴凡的老婆呀 你也是吴凡的同学 霸占他老婆的家产 还玩弄他的岳母娘 这事情恐怕真是不太好呢 胖子没有犹豫 如实说道 这没什么呀 林天龙死了 胡小英就是单身女人 我和他在一起天经地义呀 就算吴凡真是他女婿 我也不一定要他叫我爸 对吧 何况 林妙只是胡小英的养女呢 胡仁海大大咧咧地说道 显然没有当一回事 这 这胖子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毕竟表面上来看 胡仁海说得没错呀 这个社会上还就有不少的老夫少妻 或者是老妻少夫呀 人家自己愿意 关别人什么事呢 仁海呀 我提醒一下你呀 胡小英这样把林氏集团夺为已有 林妙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现在和吴凡的感情很好 吴凡一定会为了他而对付胡小英的 到时候可能会迁怒于你 所以我劝你呀 还是早点离开胡小英吧 不要到时候同学之间成了仇人 崔采梅及时为胖子化解尴尬 劝说起来 有道理 有道理 胡仁海笑了笑 然后朝胖子举起了酒杯 可就在胖子为他能虚心接受意见而高兴时 胡仁海 却突然就把酒泼在了他的脸 然后另一个手拿起桌子上的酒瓶 猛地拍在了他的头上 咔嚓 声音响起的同时 胖子额头上一股鲜血流了出来 人也无力地倒了下去 胖子 胖子 崔采梅见状大惊 赶紧上去查看胖子的情况 也不撒一泡尿照照自己 什么东西 一个是农民 一个是穷鬼 竟然还敢来对我说三道四 胡仁海擦了擦手 得意地冷笑道 胡仁海 我跟你拼了 见胖子意识模糊 崔采梅 悲愤之下 不顾一切地扑向了胡仁海 只是一个女人 怎么会是身材比自己高大许多的男人的对手呢 所以胡仁海非常轻易地 就捏住了他的双手 然后用力一拉 把他拉向了自己的怀里 被他铁钳一般的手紧紧地估住 崔采梅根本就动弹不得 虽然拼命地挣扎 但是除了增加摩擦力 让他邪火更加猛烈之外 并没有什么作用 很快 胡仁海就把嘴唇沉了下去 吻在了崔采梅的唇上面 你放开他 放开他 畜生 你杀了我吧 放了他 放了他 胖子虽然已经感觉到要晕过去了 但是看见自己的女人被欺负 反而清醒了不少 一边哀求一边忍痛站了起来 放了他 哈哈胡仁海得意地大笑道 其实我的手下没有误解我的意思 我之前就一直想着要玩一下崔采梅呢 毕竟同班同学我还没有玩过 我和你们只是在演戏 你们没有看穿而已 还要劝我离开胡小英 真是搞笑 一边说着 胡仁海一边伸出一条腿 猛地朝胖子蹬了一脚 胖子本身就非常虚弱 是泡着毅力 是为了心爱的女人 才勉强站起来的 哪受得了这一脚呢 所以顿时就再一次倒在地下 再没了一丝力气 仿佛感觉到黑白无常在召唤自己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胖子和崔采梅的电话 几乎同时接连响起铃声 只是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接听 胖子 我知道你高中时就非常喜欢崔采梅 现在两个人一起来找我 想必早就睡了他吧 也行 我不在乎是不是第一次的 今天 我就要当着你的面 好好的玩一下他 胡仁海得意的大笑 紧接着 他咔嚓一声 就把崔采梅的衣服给撕开了 虽然崔采梅一直在拼力挣扎 但是刚才胡仁海那一阵亲吻 完全让他有了窒息的感觉 神情开始迷糊起来 现在 见自己的衣服被撕破了 感觉到一切都完了 脑袋嗡的一声响 直接就晕了过去 见崔采梅晕过去不再挣扎了 胡仁海就把他放在了地上 且就放在胖子的面前 冷冷地说道 吴凡是我最讨厌的人了 你们居然还替他来警告我 今天我就要让你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说完 他快速地把自己的衣服脱光 然后朝崔采梅扑了过去 砰 就在这时 房间的门却猛然间被暴力推开 混账 没看见我正在 胡仁海头也不回 非常恼怒地吼了一句 他认为是手下人闯进来了 这实在是不应该呀 去死吧 哪曾想到 背后却传来了一道女人的娇喝声 啊 怎么回事 胡仁海身体一震 赶紧回头 这一看不要紧 把他吓了一个半死 因为他赫然看见 居然是吴凡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 我的天呀 这吴凡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出于对吴凡功夫的忌惮 胡仁海本身就已经非常害怕吴凡了 现在自己正在凌辱他的同学 他突然出现 就更加让胡仁海吓得魂飞魄散了 这一惊吓 在身体方面都能明显地看得出来 啪 在他被吓得还没有回过神来时 尼家小三小家一步 拔起那修长风雨的美腿 猛地踹在了胡仁海的身上 啊 阿顿时 胡仁海抱着身体某处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畜生 畜生 我让你欺负我们女人 尼家小三完全不解气 在暴怒之下 一边喊着一边又一次扑向了胡仁海 你亲他了 是吧 我让你以后再也亲不了 尼家小三说着 掏出一把锋利的小刀 直接往张嘴 在叫痛的胡仁海的嘴里滑了过去 顿时就有半截舌头掉在地下 在胡仁海还没有来来得及 再次叫痛时 尼家小三又骄贺道 你的双手肯定摸过他的身体了 去死吧 小刀一挥 胡仁海的双手瞬间就从身体上分离出去了 看着自己的舌头和两个手掌掉在地下 胡仁海真的吓坏了 他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下 他本来是要叫饶命的 只是舌头断了一截 哪还能完整地说话呢 只能干着急 瞪大眼睛看着尼家小三 畜生 居然还敢这么无理地看我 你的眼睛 刚才肯定已经看见了他没有布料遮掩的身体 废掉 尼家小三又是一声爆喝 然后右手闪电般地挥了出去 寒光闪过 地上已经多了两颗血淋淋的圆形的东西 采梅 采梅 你怎么样呀 吴凡趁机上去查看崔采梅的情况 见他没有醒过来 吴凡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赶紧剔掐他的人中穴位 还好 不到一分钟 崔采梅就醒了过来 啪 醒来的他本能地伸出手掌 猛地拍在了吴凡的脸上 同时大叫道 畜生 你这个畜生 放开我 啊 采梅 是我呀 吴凡 吴凡马上就明白了 他的记忆可能还停留在晕过去之前 肯定是把自己当成了胡人海了 于是马上表明自己的身份 吴凡 吴凡 崔采梅身体一震 当看清楚真的是吴凡时 喜极而泣 一边叫着他的名字 一边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 不要怕 没事了 没事了 吴凡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安慰 不过也就是刚接触 马上就感觉到了一股清凉细腻 这才想起崔采梅身上什么布料都没有呢 难怪感觉到心口被两团火热顶住了 于是他赶紧说道 采梅 你赶紧把衣服穿好吧 我看看胖子的情况 说完 他就赶紧转向了胖子 胖子后脑被打了一棍 然后又被踹了一脚 加上急火攻心 在湖人海扑向崔采梅的那个时刻 也晕了过去 吴凡给他拔了一会脉后 说道 不好 胖子脑袋受伤了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回到家再治疗 小三 我们走 这时 他才转身去看你家小三 啊 这一看 让他忍不住发出了惊叫声 这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呀 眼前的湖人海已经倒在地下 身体不停地抽搐 他嘴巴张开 似乎要叫痛 可是却只是涌出一阵一阵血污 根本发不出声音 而他两眼的位置正有血在涌出来 双手已经没有了手掌 而因为他没有穿衣服 所以可以清楚地看见 他那个用来作恶的家伙 也已经血肉模糊了 哇靠 你家小三真是干净利落呀 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湖人海四分五裂了 原来还以为他只是制服而已呢 算了算了 当看见你家小三还要上前挑断湖人海的脚筋时 吴凡赶紧制止了他 算了 他这个样子 已经是生不如死了 再动手的话可能会让他直接死去 那岂不是便宜了他 有道理 这种混账男人 就是应该让他生不如死 你家小三冷笑一声 然后把小刀放回了刀鞘 无凡怕湖人海死在这里 于是赶紧上前替他止血 当然他并不是大发善心要就医治他 而是像刚才他自己说的那样 不能让湖人海那么痛快地死去 而要让他活着 要让他生不如死 对于感动自己身边人的坏人 他不会滥发善心 而是无情打击 还好 吴凡不愧是神医 在短短的两分钟内 就已经替湖人海止住了出血 他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我们走 吴凡回头朝你家小三和崔彩梅 做了一个走的手势 你家小三扶着身体还在颤抖的崔彩梅 吴凡一把抱起胖子 快速地冲出了屋子 湖人海在里面 及时医治的话 当无生命危险 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以后不要再干任何的坏事 否则你们的下场会和湖人海一样 出了屋子 吴凡手指着几个大汉说道 刚才桃源飞船降落后 吴凡瞬间出手 就把他们制服了 当时考虑到不知道他们在这其中罪孽的深浅 所以并没有伤害他们 只是制服而已 见吴凡他们从如此怪异地飞船下来 功夫又那么好 瞬间把自己十几个人都制服了 这些人当然不敢再怎么样 所以 在吴凡他们离开后 他们赶紧把湖人海送进了医院 但是却根本不敢报警 对医生说湖人海是自残 医生也搞不明白湖人海自残的话 是如何砍掉自己的双手的 但是离奇的事情本身就不少 他们也懒得去管了 反正伤者已经止住了出血 只要替他处理伤口 让他不死就行了 不过 消息很愉快就传出去了 两个人急匆匆地走进了医院 看见湖人海这个样子 一脸的怒气 他们在他的耳边说道 胡哥呀 你放心吧 你安排我们做的事情已经搞好了 本来昨天就要守的 奈何昨晚没有机会 只等今晚夜深人静时就展开行动 一定会让吴凡灰飞烟灭的 只可惜迟了一天 否则你也不会伤成这样呀 湖人海已经醒了过来 此时此刻的他没有了双手 眼珠也没了 舌头也断了 可以说是看不能看 说不能说 写不能写 只剩下点头了 脸上的表情除了痛苦 还有一丝报复的快感 他的心里在想着 吴凡 你好很呀 把我伤成这样 让我生不如死 好好 幸好我在被你重伤之前 已经安排好了 我只是生不如死 而你家里几十号人 却要替你陪葬 你的罪孽深重呀 活该 当消息传到胡小英耳朵里 他先是非常震惊 但玄吉又说道 这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为了傍富婆 情愿去陪着比自己大 二十几岁的女人 还想和我结婚 等我死了好毒拥我的财产 胡总 那你要不要去医院 看望一下他呢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为了除掉 吴凡才这么做的 而吴凡和林妙 不是你最担心的人吗 抱信的轻信弱弱地 问了一句 啪 胡小英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冷笑道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他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 以后永远不要在我面前 提这个没有用的人 胡小英心里 其实更加高兴 因为许多的恶事 都是让胡人海去办的 现在的他不能说话 不能写字 看不见东西 可以说就像是死人一样 再也不会出卖自己了 多好呀 自己那么年轻漂亮 又是天水县第一富婆 想男人的话 还怕找不到吗 死了一个胡人海 还有无数个等着机会的臭男人呢 好吧 亲信感觉到嘶嘶含义 然后默默地退了出去 桃园飞船在十分钟后 就回到了桃园村 吴凡在把胖子抱进宿舍之后 马上就用还魂六十四式替他治疗 在把脑内的淤血逼出来之后 又用了千年人身体气 不到半个小时 胖子就睁开了眼睛 胖子 你醒来了 太好了 崔彩梅拉着他的手 激动地热泪盈眶地说道 哦 你胖子意味深长地上下看了崔彩梅一眼 神情很是复杂 你放心吧 胡人海没有真正的得手 是吴凡和你家小三崔彩梅 大致猜到了他心中的疑惑 于是主动说了出来 没事就好 我主要是担心他伤害你 胖子说完 看了一眼旁边的吴凡 苦笑道 吴凡 太谢谢你和小三了 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 彩梅就被胡人海那畜生糟蹋了 谢谢你们啊 别客气 胖子 你是为了我的委托才受的罪 我对不起你们呀 吴凡摇摇头 叹息道 是我太低估了胡人海的罪恶 没想到他连同学都想凌辱 哎 没事 没事 吴凡 你对我和彩梅有恩 为了你赴汤蹈火 我们都在所不辞 何况我们现在都没事了 胖子很真诚地说道 幸好没事 胡人海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小三为你们报仇了 那你们好好休息吧 我们就回去了 吴凡看着两人说道 他有绝对的把握 胖子的身体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只要休息一个晚上 第二天依然会是生龙活虎的 好 谢谢你啊 崔采梅把吴凡和你家小三送到门口 看着吴凡 脸色飞红地说道 一想起当时自己全身没有一丝伴侣地扑在吴凡的怀里 他就激动无比 不客气 你们好好休息吧 吴凡朝他挥了挥手 然后就和你家小三回到了家里 怎么样了 胖子怎么样 你们没事吧 看见吴凡进到房间来 林妙赶紧关切地问道 没事 没事 找到他们了 是胡人海那个畜生吴凡 简单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啊 这个胡人海怎么会这样呢 就算对你有仇 可胖子和崔采梅都是他的同学 平时也没有什么过节呀 太可恶了 林妙听了之后 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肯定是昏头了 凡是和我有关的人都恨 还好 他成了重度残废了 以后断然不可能再害人了 吴凡笑了笑 他是不能害人 但是胡小英会不会替他报仇呢 这个狠毒的女人 也不知道会想出什么很辣的招数出来 林妙略有一些担心地说道 你放心吧 老婆 有我在 什么都不用怕 我看你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我来陪一下小飞龙 吴凡说完 就走到了小床边上 轻轻地摇着眼看就要睡着的吴飞龙 随着时间到凌晨的两点 吴凡家里也一片寂静了 当然 整个的桃园村都是一片寂静 毕竟现在的桃园村民 还是白天要上班做事 晚上要休息的 寂静的夜 淡淡的月色 引火虫在快乐的飞舞 真是一个祥和安逸的夜晚呀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美好的地方 或许却暗藏着罪恶 凌晨的两点钟 是一般的人最想睡觉的时候 而这时 在吴凡家的上空 却出现了神秘的黑影 一架无人机 在空中慢慢地飞过 同时 有大量的液体 从无人机中流出来 洒向了吴凡家所在的位置 而当这架无人机 往回走时 另一架无人机又飞了过来 同样地倾倒大量的液体 来回交替 没有闲着 时间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 这或许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无人机 因此没有什么声音发出来 所以连听力极其敏锐的吴凡和小雪 都没有被吵醒 虽然天气晴朗 但是在吴凡家所在的位置 却似乎下了一场小雨 不仅地面有了一滩一滩的液体 就连屋檐上也还在滴水 娃娃这时 吴飞龙哭了起来 睡意正浓的林庙赶紧爬了起来 他担心儿子哭久了 会影响到吴凡的休息 所以爬起来后 马上就把吴飞龙放在怀里 开始喂他 果然是饿了 当那东西塞进嘴里时 吴飞龙马上就不哭了 大大的眼睛看着林庙 很满足的样子 让林庙感觉到特别开心 咦 怎么回事 下雨了吗 林庙一边喂着他 一边抱着他 捏手捏脚地来回走动 当走到窗户边上时 却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因为他隐隐约约地看见 有一滴滴的雨水 从窗前落下 虽然感觉到有一些奇怪 但是想着这是夏天 雨水本来就多 也没有什么规律 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 看了一下后 就又转身走了 两分钟后 吴飞龙吃饱喝足 非常满足地又闭上了眼睛 林庙伸了一个懒腰 小声地打了一个喝歉 然后就躺下了 要说母爱是最伟大的 那是一点都不假 不管自己多么想睡 孩子哭了就要起床喂他 而作为父亲的人 往往还在呼呼大睡 林庙和吴凡虽然同床 但却是分开被子睡的 当然并不是因为 他们之间的感情又出现了问题 而是考虑到睡在一起 会有强烈的刺激 而事实上又还在禁欲期 根本不能那啥 只能让人受到无尽的煎熬 对身体不利 再加上如果是同一床被子 林庙频频起床时 难免会影响到吴凡休息 出于对吴凡的关爱 林庙主动提出了分被子睡觉 吴凡也欣然同意了 第一 滴滴就在疲惫的林庙 即将再次睡着时 却突然听见吴凡那边 响起了奇怪的声音 这种声音 像是在发射无线电的信号 也有一点像是闹钟在响 担心影响到吴凡休息 林庙赶紧爬起来 想着找到吴凡的手机 把这个莫名其妙的闹钟给关闭 咦 不是手机在响呀 那是什么在响呢 当拿过手机 看见上面一片黑暗时 林庙嘀咕了一句 接着他又在吴凡的枕头旁边翻看 赫然看见一个用粗麻布包着的东西 隐隐约约地发出微弱的光芒 而那种声音 似乎正是里面发出来的 这是什么古怪的东西呀 怎么会发光 还会发出声音 林庙非常好奇 正因为心里在想着这事 所以他都没有发现 自己的心脏位置 已经压在了吴凡的脸上 吴凡很快就被那种清香和温软惊醒了 他一开始还以为是林庙想要和自己亲热呢 于是闭着眼睛在享受 但是耳边传出滴滴滴不明声音后 他马上睁开了眼睛 很自然地就看见林庙手上还拿着那个用粗布包着的东西 林庙 你这是什么东西呀 怎么会发光还有声音 吴凡非常好奇地问道 他是眼睛的余光看见的 为了看得清楚 自然想要侧转脑袋 结果就给了林庙一种摩擦 林庙脸色衣红 赶紧从吴凡的脸上抬起身子 坐了起来 晃着手里的东西说道 吴凡 我正要问你呢 这是什么东西呀 为什么会有隐隐约约的光芒 而且还有诡异的声音 哦 吴凡突然如梦初醒地说道 对 对 是我的东西 我想起来了 这是那个龙园乡下平村的秋名秀奶奶 昨天送给我的礼物 说是传家之宝 本来要传给孙子的 可是孙子不认她这个奶奶 十几年了都没有回家 就给了我 说是感谢 我让他们的最后晚年过得这么舒服 既然是给了你 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呀 我不知道 收下后就没有打开过 昨天睡觉时才想起来 就放在了枕头边上 但是当时没有发光 也没有任何的声音呀 好奇怪 我来看看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会发光 还会发出声音 吴凡解释了一番 然后就动手去打开那个布包 打开一层后 发现里面还有一层布 一直打开了三层 才终于看见了一个圆形的黑色石头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个石头握着手上还有一丝的热度 而且还隐隐约约的有浅绿色的光芒发出来 同时 能明显地听见滴滴滴声音 确实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天呀 这是什么东西呢 夫妻俩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显然都是一头雾水 吴凡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后说道 这怕不会是放射性的物质吧 不然怎么能那么鬼怪呢 吴凡呀 汪菊是地质专家 这可能是属于矿石 他可能知道是什么 要不找他问一下呀 这太奇怪了 不搞清楚的话 这样也睡不着呀 林妙一脸期待地看着吴凡 行 他住在公司宿舍呢 这凌晨两点 叫他过来好不好呀 吴凡却有一些犹豫 不过看见林妙一脸期待 他觉得不管怎么样 都要满足自己的老婆 不能让老婆担惊受怕 于是他马上就拿起手机 拨打了汪明的手机 汪明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虽然有一丝不爽 但想着别人肯定是有急事才会半夜打自己电话 于是赶紧睁开眼睛 把手机拿了过来 一看是吴凡打过来的 精神一震 马上就接听起来 啊 还有那么诡异的事情 好 我马上上来 听了吴凡的话后 汪明一边说着 一边就跳下床穿衣服 既然汪明会上来 吴凡肯定不能在房间接待他 于是马上就走出了房间 吴凡 吴凡 刚走出房间 就看见有一道黑影在厅屋里 吴凡还没有看清楚是谁时 那道黑影主动打起了招呼 是你 小三 你这是做什么呢 吴凡好奇地问道 他听出来了 打招呼的正是你家小三 哦 你放心吧 我不是叫你去我房间的 我是去上洗手间 西西尼加小三 开心地笑了笑 并且朝吴凡走了过来 这个外国女郎就是随意 穿着一套露出大面鸡血白肌肤的衣服 也没有一点难为情 不过 吴凡看着却有一些不好意思 于是就退了一步 咦 吴凡 你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时 尼加小三 无意间就看见了吴凡手上的东西 很自然地就问了一句 并且直接伸手拿了过来 这是昨天 那个邱奶奶 送给我的传家之宝 之前都没有异样 刚才突然发光 并且发出了声音 我感觉到很诡异 就想找汪明这个地质专家看看 会不会是什么矿石 有没有辐射吴凡 没有保留地说了出来 尼加小三端向了一番后 非常肯定地说道 这东西我知道 是一种陨石 对了 叫冥王石 是从冥王心里掉下来的 这东西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作用 就是能探知无线电 所以会有被用来搜索无线电装置 是一种特工装置 不过因为这种冥王石太稀少了 所以可遇而不可求 一刻的价格大约在一千元 比黄金贵了好几倍 啊 你是说这是陨石 是冥王心上掉下来的 而且能感受无线电的发射 是不是感受到了有无线电发射 它就会发光和发出声音呢 吴凡大惊 进一步问道 对 对 理论上就是这样的 只是我们桃园村 应该没有无线电发射装置呀 怎么有这种现象呢 你家小三有一些疑惑地说道 会不会分析错了 吴凡弱弱地说了一句 不可能的 我接触过这个冥王石的 我们新猫国全国只有一块 也就是五百多克 肯定错不了 这一颗肯定有一千克重 而且居然形态是那么圆的 当真是价值连城呀 你家小三非常肯定 你两个姐姐知道吗 要不叫他们也过来看看 你呀 吴凡 亏我们以前老是叫你老公 心里更加是把你当成了真正的老公了 居然还不相信我 让我好伤心呀 行 你等一下吧 我去把他们两个叫过来 你家小三笑嘻嘻地说完 然后扭着身体回房间去了 看着他的背影 吴凡感慨道 真是漂亮呀 女人 特别是年轻的女人 绝对是一道风景线 走到哪里 都特别地吸引人 很快 你家三姐妹同时出来了 看了一眼那个圆形的东西后 你家老大和老二同时说道 没错 就像老三说的那样 这是一块极其罕见的冥王石 重量约一千克 一克是一千元M金 这个东西价值百万美金呀 合贵国币就是快上千万元了 果然是价值连城呀 哦 那就没错了 只是小三说他能感应到无线电信号 有了无线电信号时就会发光 也会发出声音 可是我们这里怎么会有无线电信号呢 难道就是手机的信号 因为手机信号其实也是无线电信号吧 无凡在得到确认的同时 还是有一些疑惑 不 不 这个冥王石对手机信号是没有反应的 否则早就会一直想会一直发光了 而只是对电报发射 还有无人机操控等那样的无线电信号才有反应 所以才会用于反间谍之中 很容易就能发现周围隐藏的间谍设备 尼加老大非常肯定地说道 难道 难道是你们新猫国的特工又来找你们了 无凡有一些紧张地问道 不 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把上面飞船屏蔽掉了 而且之前的特工和灵猫都已经死了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还活着 更加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这里 所以不会再到这里来找我们了 尼加老二也非常肯定 就在这时 汪明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见到他来了 无凡就把这件事简单地跟他说了一遍 汪明接过那个冥王石 眼睛瞪得大大的 相当震惊地说道 没错 没错 这就是冥王石 我只见过一次 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一块 据说是我国发现的唯一的一块冥王星的陨石 我的天呀 那个邱奶奶 她怎么会有这么稀罕之物 她说是祖传的 我就要想 会不会是她家祖上捡来的 觉得形状神奇 所以就把她当宝贝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 只是他们应该都不知道 这东西会发光 会发出声音 尼加老大分析道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这里半夜 突然有无线电的信号呢 就是在五分钟前才突然发光发亮的 吴凡就没说道 很诡异 对了 吴凡 我刚才来的时候 也发现了一件诡异之事 那就是其他地方都没有下雨 单单就你们家里下雨了 地面是湿的 屋檐上有野雨在地 汪明同样一脸疑惑地说道 啊 还有这么古怪的事情 走 出去看看 吴凡挥了一下手 带头走了出去 家里发生了这么诡异事情 当然要搞清楚呀 都说十里不同天 可是桃园村这个地方 还没有听说过 只有一家人的范围下雨的 还没有走出屋子 吴凡就紧皱眉头说道 怎么那浓烈的汽油味 是不是汪菊你的打火机烂掉了 对 对 怎么会那么强的汽油味 你家三姐妹也同时说道 啊 我怎么没有闻到 哦 我有鼻炎 汪明一边说着 一边掏出了打火机 不过 那个打火机却完好无损 走出屋来 吴凡顿时神色大变 急切地叫道 快 快 叫所有的人起床 这 这不是在下雨 而是汽油 屋外和屋顶漏下来的 全部都是汽油 他的听力和嗅觉都是极其敏锐的 所以马上就闻出来了 屋外的液体都是汽油 如果这些汽油一旦被点燃 吴家肯定要成为一片火海 对 是汽油 赶紧通知所有人的起床跑到外面去 还有不要开灯 不要打手机 不要用打火机的 快 快 你家三姐妹反应也够快的 在认可了吴凡的说法的同时 就已经冲回了屋子里面 还好 和他们睡在一个房间的 以及和姐那个房间的都是年轻人 你家三姐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刚从睡梦中醒过来的这些人 就清醒过来了 他们在自己逃出来的同时 赶紧去把其他房间的长辈都带了出来 几十个人不到两分钟 就撤离到了没有汽油的干燥地方 就在这时 吴凡手上的冥王石再一次亮了起来 并且发出了声音 看 无人机 一定是无人机来了 这个冥王石才会发光发亮 传说果然是真的呀 你家老大指着空中的一道黑影说道 哗 就在这时 从无人机里掉出了个火把 瞬间就把吴家点燃 顿时 吴家就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汽油如此之多 以至于火光炸现时 吴家就被十几米高的火海包围 看上去 只能看见火光 根本就看不见房屋的影子了 还好 吴家的人在起火前几秒钟 都已经退到了安全地带 不过 那汽油着火所带来的热浪 还是把大家又逼退了不少 有人纵火 小三 赶紧把飞船遥控过来 去追 跟踪无人机 应该能找到幕后操纵者 你家老大不愧是新猫国的精英 在别人慌乱时还保持着镇定 马上就发号施令 我和你们一起去 杀光那些坏人 飞船到了时 小雪一脸怒气的也要登船 不过 吴凡却拉住了他说道 小雪 他们的目的是要烧死我们全家人 所以你在家里保护家人的安全要紧 老大 你们量力而行 对付不了他们就先回来 只要跟踪就行了 是 我们明白 你家老大应了一声 三姐妹就冲进了桃源飞船 瞬间升空 怎么办呀 吴凡 我们家又要烧煤了 这么大的火 也没办法救呀 边上 孟娇美哭喊着看着吴凡 吴凡安慰道 妈 索性大家都及时逃了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 这些姐姐们顺带把行李都拿了出来 我们家三来就一穷二白 没有太多的东西 又是铁皮房 损失不大 总而言之 只要人没事 就好说 嗯 听说是林妙发现秋奶奶送给你的宝贝发光发亮 才把你叫醒的 这才发现了有人倒了汽油 否则我们现在都葬身火海了 谢谢你呀 林妙 孟娇美在松了一口气时 招林妙鞠躬说道 不 不 妈 妈 林妙指着怀中的吴飞龙说道 如果不是小飞龙在那个时候醒来 要吃奶 我肯定也不会醒来 是小飞龙救了我们全家 对了 如果还要感谢的话 当然就是那个秋奶奶 如果不是她送给吴凡的宝贝出现异常 我当时也就又睡下去了 也是 也是 小飞龙 不愧是我们吴家的后代 这么小就知道保护家里人了 孟娇美听了后很是高兴 伸手在吴飞龙的脸上摸了摸 边上的杨令叶也是无比感慨地说道 真是天意呀 要不是吴凡提前让老人入住桃园养老中心 要不是她亲自去龙园乡下平村接老人 那秋明秀大姐也就不会感激她而把祖传之物给她 那我们现在全部都要葬身火海 化成灰烬 是啊 终究还是善有善报 吴凡心地善良 表面上是看似在吃亏 但是其实却是在暗中积德 老天爷不会亏待她的 否则今天几十条人命都要去见阎王了 汪明也是心有余悸地说道 各位村民 吴凡家突发大火 请村民赶紧去救火 就在大家暗自庆幸逃过一劫时 村里的喇叭突然间就响了起来 在寂静的夜里 喇叭的声音显得很大 很刺耳 也传出更远 吴凡愣了一下 原本还想赶紧打电话 让刘天生收回命令 但是又响了一下 让村民知道情况也好 免得他们担心 毕竟吴凡家起大火 烧红了半边天 村民肯定也会有人看见的 他们不可能置身事外 很快 就有大批的村民和工人赶到了吴家 不过 在面对着这红了半边天的大火 大家也是束手无策 何况吴凡说了 烧了就让它烧了吧 反正人没事 犯不着冒险去救火 上千人站在大火前 心情沉重 在默默地祷告 没有找到人 半个小时之后 桃园飞船降落 尼家小三一脸沮丧地说道 无人机被收回去之后应该就关机了 桃园飞船也发现不了 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 没事 小三呀 善恶中有报 天道有轮回 他们企图烧死几十号人 一定会有报应的 老天爷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无法安慰道 对 不要太着急了 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了杨志 他已经派了刑警过来 也已经在全线范围内设卡拦截 动用了一切侦查手段 那些纵火的人一定逃脱不了的 杨令叶也在边上说道 看来 我们替警察不生产的侦查飞船 要早一点执行任务才行 如果有侦查飞船在空中执行 这种异常的情况 就会自动向警局发出警报的 就能及时制止了 也能早点发现嫌犯 尼家小三看着两个姐姐说道 是啊 应该过几天就能完工了 让他们第一架侦查飞船 就放在天水县吧 这样能尽可能地保护桃源村的人 尼家老大非常肯定地说道 两个小时之后 吴家已经化成了一片灰烬 那些铁皮都慢慢地融成了铁水 大火也慢慢地变小 然后熄灭 只剩下有些地方还在冒烟 吴凡朝大家抱拳说道 好了 没危险了 大家都回去吧 还可以再休息几个小时 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不用放在心上 明天请包大哥 再给我们家搭建铁皮屋就可以了 回去吧 大家也知道 再待在这里也没有用 于是先后向吴凡告辞离去 因为房子被烧成了灰烬 所以几十号人都成了吴家可归之人了 吴凡为了照顾几个老人 把他们请到了还正在建的四合院 那里虽然上面一层还在建 但是下面的房间勉强可以住人了 只是没有装修 还是毛坯房而已 杨令夜和吴大海等人找来了一些 山树皮铺在地上 将就着躺了一个晚上 而其他的年轻人就各自照顾着自己 看见三三两两吴家可归的亲人朋友 吴凡在心里暗自发誓 一定要把用无人机倾倒汽油 然后纵火焚烧吴家的人找出来 让他为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付出代价 人只要还活着 终究还是能看见第二天升起的太阳 吴凡从地上铺着的山树皮上爬了起来 对坐在旁边看着火堆发呆的林妙说道 林妙呀 别难过了 相信包大哥他们已经去拉材料了 今天晚上之前 一定能搭起一栋铁皮屋来 至于生活用品 待会告诉江小莲 让他叫供应商批量送过来就是了 嗯 我不是担心这个 我是在担心那些坏人没有被抓住 知道我们没有被烧死 会不会再一次下手 林妙一脸忧虑地说道 好了 林妙 你不用操心这个 你只要负责带好飞龙就行了 这些事情有我在呢 一定会解决好的 这事情不可能再发生了 我一定会保护好家里人的 吴凡非常坚定地说道 嗯 我相信你 谢谢你 吴凡 有你真好 林妙由衷地看着吴凡 一脸的感激 两夫妻说这些客套话做什么呢 对了 今天是林叔叔守在山头七天已满的日子了 我们待会一起去把他接回来 怎么样呀 吴凡转移了话题 好 我们一起去 由于吴凡家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 除了各自带出来的一点东西 因此 你家三姐妹早上起来后 就去了公司食堂 做好早餐 然后派人送到了吴凡家里 辛苦了 吴凡吃着热气腾腾的桃圆米粉 非常感激地看着你家三姐妹说道 累了一个晚上 又能吃上你们这可口的早餐 感觉到人生真幸福呀 你当然幸福了 有这么漂亮的老婆 有可爱的孩子 还有那么多的红颜知己 我都很羡慕你呢 哈哈 你家小三笑嘻嘻地说道 对 感谢老天爷 派这么多的美女来辅助我 吴凡非常诚心地朝老天拜了一下 对了 林叔叔的早餐准备好没有 胡大应该要下来了给他拿早餐了 等我们吃完早餐 就上去接他下来了 吴凡想到了另一件事情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开启下一集